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 苹果向来是以内存容量作为系统升级的门槛 只有iPhone 4的单核A4和iPhone 5的32位A6是例外 今年的iOS 16系统带来更多界面定制化选项 锁屏界面的功能和视觉效果得到实施级增强 然而库克却按下办公室的按钮 iPhone 6s iPhone 7全系列被砍 拥有3GB内存的7 Plus都没幸免于难 而2G的iPhone 8却活了下来 而且不光是机型被砍 这次很多与语音输入和实时文文有关的新功能 都仅限A12级之后的处理器 备手7代的实施字幕功能还要A13以上的机型 人像模式前景续化功能更是只有A15的iPhone 13支持 尽管iOS 16新功能放弃了很多老芯片 但是iOS 14不带两款Pro机型 据称仍然使用A15芯片 且Pro机型仍然是6GB内存 A16工艺和架构上只能算上牙膏神级 真正的N3新节点工艺和全新架构 还要等到23年的A17芯片 所以到688这个时间点 哪款iPhone值得入手呢 很显然 iPhone 13的4G内存对于重度使用的朋友肯定是痛点 如果你预算较为充足 且不想再多等几个月上iPhone 14 这类用户我推荐支持高刷 内存更大且相机更好的iPhone 13 Pro 当然iPhone 13的A15芯片还是非常能打 因此13 mini和SE相比起前代的散热续航都有显著提升 价格也比13便宜 如果是日常使用为主的话非常推荐 再考虑到mini这个系列将不再更新 这样款小屏机在苹果眼里基本就是未来的丁子户了 iPad mini虽然因为果冻屏 只有4GB内存和没有高刷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鸡肋 但是大家或许发现很多up主都会拿着iPad mini处理工作上的内容 甚至让有着promotion的iPad Pro吃了回 这说明一寸小巧一寸强 加上A15本身的高能效 实际上充分释放了iPad mini这个尺寸设备的便利性 加上还能搭配小巧键盘 即便不支持stage manager 我觉得平时带出门拿联系交流或者应急办公都用得上 重量上也不累赘 价格方面 iPhone 13 13 mini 128G官网价分别是5199和5999 SE64GB的官网价是3499 但64G放在今天肯定是非常紧张的 至少是128G起步 同样的情况也在iPad mini上 官方64G 3799 256G定价就暴涨到4999 但在拼多多的百亿补贴 618当晚的128G 13只要5000不到 直接比官网便宜1000多 SE的118G比官网64G原价还便宜接近500 256G更是降到了128G的原价水平 可以说这次618是小评级爱好者的狂欢了 最新发布的绿色型号和更坚挺的256G版本 也有超惊喜价格 究竟iPad mini容量和定价的同学 也可以考虑百亿补贴的版本 降价幅度比苹果官方的学生优惠翻了个倍还不止 如果你已经有了iPhone 想要它背机 这次天机8100的K50补贴价只要1999 那么百亿补贴如何享受到呢 打开拼多多搜索82132 点击横幅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就能直达618活动会场 现实狂洒大额超神全包 而且所有百亿补贴商品承诺假一赔时 且也有品质显双重保障 所以算下来 A15的iPhone差不多会有7款机型 再加上一台iPad mini 我个人认为A15这款芯片 就算达不到A9能吃到7个大版本的程度 那至少也是A5那样能支持5个 加上大体传感器和电影模式 影像部分上的玩法上线其实很高 再考虑到Pro机型和后续的是Smack机型 重量厚度还要提升 真的不仅让人怀疑追求大屏高配置是否值得 顺应游戏方面的更高需求 也许真的应该交给相机和游戏机去满足 更别说iPadOS开始独占了 越来越多的桌面级功能和游戏 让它点大小屏互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对于我来说 SE的作用是安装使用频率不高的国产软件 从而减少主力机隐私泄漏的安全风险 最后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次苹果调整系统升级要求 以及A15便利开花和A16挤牙膏的操作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也不要忘记在拼多多搜索82132 享受百一补贴这颗福利 我们下次再见